黑手的工作非常辛苦 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做 但来看看 曾经是电子新贵的王启峰 他当时可以月领7万块 不过却碰上了金融风暴 他改从22K的机车学徒做起 靠着自己的电子专长 用电脑修机车 一天可以修30台 现在自己当了老板了 月营收可以冲到70万 全身贯注拆螺丝换机油 双手沾满了油污 但没时间洗干净 换轮胎速度得快一天修30台机车 30岁的王启峰一眼 就能够判读机车的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车子有问题 所以它会亮故障吗 现在这个散呢 就是倾导感知系的故障吗 曾做过电子业 改编传统的人工模式 透过仪表板的灯饰 就能够用电脑确定问题 我透过线路图 就可以去查它的线怎么跑 那就可以去做量测 王启峰曾经是电子的新贵 月薪7万多 但碰上金融风暴 改从月薪2万2的机车航学徒做起 因为我既然把他当朋友 就可能会多了解他 就了解这个客人 那不然你看我到现在 又重新开始这样做的话 他们也会跟着我这样过来 把客人当朋友 他砸下了100万元 现在成乐机车店的老板 愿营收70万 客人也跟着来 但老板可不好当 人难找 凡事自己来 你这个手是不是常常脏 大概一天要洗多少次 哇 可能十几二十次油 光这双脏兮兮的手 就因为修车来回洗了十几次 但他的一双手还会改装机车 把车变酷变 炫世浩大的工程 一天工时超过15个小时 但修车要修出名堂 靠的是服务 老板 我换机油跟紫纹油 好 您好 对哦 不收费哦 看准客人喜欢免费他打出送机油 这些贴心的服务 客人也越来越多 但黑手的师傅也难找 一堆人也是碍于心思的问题 跟工作时间长 所以会不想要从事这行业 所以人会很难找 一双黑手不怕吃苦 王启峰证明了 转业也能够成功闯出一片天 东森台经新闻张一华 吴志明台北报导